有大城上座的路门抄行 被抓到了 嘿呀!真是該死 是啊 為了不要讓事情變得更嚴重 我認為應該要好好的認錯 認錯?不可能 不知道了 正好今年稅收超輸了4500億兩 那就每人發那個6000兩銀子 看誰還有話說 接著我們再畫個時空環境不同圖 讓百姓們明白政策的改變 是滾動式的挑戰 以漢朝昭君出賽為故事背景 巧妙融入環稅漁民 內閣總詞等十四根趣味十足 由全民大劇團與台北勢力國樂團攜手合作 推出的全新古裝音樂劇 《大話昭君 觀樂宴》 劇情顛覆歷史 圍繞在毛岩獸與王昭君的戀情 飾演毛岩獸的藝人孫協志 首次參與音樂劇就挑戰高難度的 歷史音樂劇 飾演殘餘的歌手黃大偉 則是以古裝扮相唱著成名曲《你把我灌醉》 並親自設計音樂 更加入烏克蘭語歌詞 希望藉由歌曲祈求世界和平 你把我灌醉 你讓我心碎 愛的手不回 剛好不開心的是 剛好那是四月五月 歐洲剛開始 對 所以我去研究烏克蘭的語言 我就選了幾個字 就是愛啦 和平啦 hello啦 拜拜啦 還有最重要的那句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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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所以 很有趣 很好的經驗 然後學到很多 我是說 還好我有半個客家人協同 因為應景 因為這個 頭這個蠻重的 然後這個衣服 因為我們非常講究 所以我們是真穿 沒有在做假的 所以我們所有的身段 就彷彿在做舉重一樣 我光這個袖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大家看到外面是四層 它真的就是四件 但是其實裡面還有內領 然後還有短的 因為可能我們會放一些小道具 什麼的 所以我們真的穿起來的話 大概有六層厚 所以我一直手舉起來 要做身段 要好像很優美 但其實我的核心肌群 已經在哭了 對啊 其實穿古裝是認真蠻辛苦的 因為 有時候我們大家看到很多的古裝 可能為了便利性 或者是說可以讓速度快一點 裡面會有比較多 像那個彈性的繩子 可是我們這一次 就是所有人全部的古裝 都是綁繩 就是腳也是綁繩 腰也是綁繩 那這意味著什麼事情呢 也就是我們上廁所 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大化昭君觀樂院 最棒的一點就是 我們希望認真的可以呈現出 最完美的那一部分 給大家看到 而不是就只是好像說 我們是古裝音樂劇 那我們就是弄個簡單的古裝 反正你就是看起來像昭君就好 你看起來像毛岩獸就好 並不是這樣 我們是非常認真的把每一個小細節 很考究的部分都做到最完美 所以這個快換的部分真的是 要人命 真的是要人命 真的是忙死旁邊的老師 對 我考慮了非常久 對 因為我很喜歡那首歌 但我想說 現在出去的話 我們畢竟還是藝文團體 對 所以我們還是以藝文為主 那有些比較搞笑的嘲諷 因為歷史劇沒辦法 就一定是借古諷經 對一定是借古諷經 這沒辦法 對 那所以就保留讓觀眾進到劇場裡面 看我們怎麼樣嘲諷實事 天空草遇全身香 音樂劇大畫昭君觀樂宴是北市國與全民大劇團 推出中國美人系列的第三部古裝音樂劇作品 希望讓更多喜愛觀賞藝文表演的朋友 感受國樂藝術的多元面貌 這場的演出作詞的是張大春老師 作曲的是李哲義老師 那在北市國年度樂技的規劃裡面 我們按照不同的觀眾群的欣賞偏好 我們做分眾的規劃 所以北市國在2017年開始一年音樂劇一年歌劇 我們今年完成了第三個中國四大美女的音樂劇 我們非常感謝合作夥伴 舞台上面的所有的演出人員 把這樣子的一個音樂的構想能夠具體呈現 那當然這樣子一個製作 我們結合全民的 我們說在劇場裡面的操作 整個歷史文本我們重新逆寫 不只是改寫然後重新逆寫 把人物的角色更凸顯 那音樂跟劇情之間的連結 展現出台灣國樂發展裡面的活力 大話昭君關落雁1月6號到1月8號連續三天 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廳演出四場 融合傳統與創新的音樂劇 觀眾朋友可千萬不能錯過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好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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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吭 大了 不然 不然